大家好,我是湾区事业的阿强 大家看到我就知道我去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好地方 我们现在带大家来到我们的珠海 人工岛,港珠澳大桥就是后面 口岸也在这里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世贸 我就请了谢先生和我们做一个现场的分析和一个介绍 这个是谢先生 哈啰,大家好,我全名叫谢浩然 接着我是这个世贸港珠澳口岸城的一个销售 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世贸租了政府的一个商业连郎 作为我们一个营销中心的 以后的话是要返还给政府那边 作为他们一个传统免税的一个免税商场 那我们再看出去外面 外面的话,我们现在面向的是北向 北向的话就是我们整个人工岛上面唯一一块可开发的一个用地 那这一块用地的话呢 有百分之七十是我们支持的 次次部分的话就是现在忙到的这一块空地 那这一块空地的话呢 包含了的配套就是有两个回展中心 以及这个十蚊方的一个商业综合体 还有我们是会引进五座这个酒店 其中两座酒店的话呢就是包括这个超五星级的一个 康乃德和废义蒙 那废义蒙的话就是上海和平饭店 那其余的话呢就是我们也都是会专商引之 20间这个跨国企业作为我们在珠海这边的一个办公总部 也都是我们这个口岸城这个地块 因为我们这个口岸城这个地块的话 在珠海的一个城市规划里面 这个用地的一个地块就是属于一个 港珠澳深部合作示范区的一个规划用地来的 那我们这块用地的话只有百分之三十个物业是可以销售的 就是我们现在建的这个一旗 一旗这边的话就是这七栋楼 里面其中的话呢 目前我们一旗居多的就是这个小户型 小户型的话就是前面看到一个 稍微小小小的那个结构价位的话 就是这个小面积四十一和这个四十五方 以及这个七十八方的 那在我们最靠近这个港珠澳大桥那边的话呢 就是我们有两栋大面积 两栋大面积的话呢 它的面积段就是这个一百零九方 和一百六十八方 以及这个两百十六方 都挺大的 是的 没错 那我们准备加推的话呢 就是前面看到的那块空地 那块空地的话呢 就是大面积居多 都是这个三百到一千方的一个用地 是的 这个弧形设计 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小绩的话呢 可以说就是买少见少 小绩就是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五 是的 没错 还有一个七十八 哦七十八还有一个 但是这个七十八方的利益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域 百分之六十的客户 都是来自于这个港澳客户 是的 所以这个七十八方 有很多这个香港澳的客户 都是买来自己用的比较多 你说投资的话呢 那些东北三省 和这个干支湖的客户 即是外省客户 都是买这个小绩的会比较多 那些是客人投资 是的 那些就是纯投资的比较多 那好像我们那些大户型的话呢 也是比这个港澳客户 购买的会居多一点 是的 因为他们那边 畢竟来说那边住都没有 这里住得那么舒服 是啊 最重要就是这个价钱很划 真的 当然啦 跟他们那边比起来 真是打边路和大事不 哈哈 那我们说回方向朝向 这个朝向的话呢 就是北边的 北边这边 我们以后还会规划有这个印月公园 印月公园就是一个月牙形状的一个公园来的 是吧 在我们左边那边的话呢 以后会规划有一个海上的摩天轮 嗯 那就是效仿这个英国泰晤士河 那个伦敦眼的一个海上的摩天轮 嗯 然后再在右手边的触角那边 就是在那座桥的右手边那边呢 那我们也会规划有这个游艇的一个俱乐部 是的 那现在我们这些方案的话呢 也是提交了给这个珠海的一个规划 和这个海事局那边去审批的了 嗯 是的 所以就是我们以后整个岛我们这个物业交付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120万方的一个超大型综合体 是的 所有一个办公啊 回展啊 以及这个旅客的一个酒店业 也是非常之兴旺的 嗯 那如果你买这个物业作为自己一个自用啊 还是投资来说 也是比较大的一个离储和一个地段啊 是的 无论是自住也好 投资也好 都是一个最佳手传来的 是的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大家都买惯这个口昂的一个物业 那好像在深圳和我们这个珠海这边的口昂物业的话 第一来说 口昂物业它的出租率和一个回报率 是会比这个市中心的再会高一点这个出租率和回报率 是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岛的位置呢 也是一个双口昂的位置来的 那我们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那这边的话呢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南向 南向 南向除了可以看到海之外 还可以看到这个口昂书楼 这个口昂书楼的话呢 就是一个双口昂 那如果你们是想回去香港那边的话呢 就是通往这个东边 东边就是这个港珠澳大桥了 30分钟就可以回到香港 那如果是想过去澳门那边玩啊 或者是工作的话呢 那也是通过这个口昂书楼 5分钟就可以过关回到澳门 所以我们这个地段的话呢 就非常之稀缺了 再加上就是我们世贸这一块地 就是整个人工岛唯一一个可开发的一个用地 是的 所以这个物业的话 以后在移手市场来说也好 或者你是这个出租率也好 都好 都是一个非常之不错的一个选择 是的 其实你说几个人工岛以内呢 唯一一个是可开发的岛就是这个了 是的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再生资源 是的 无可复制 是的没错了 那接下来我们进去看看 好 我们接下去的话就看一下我们整个营销中心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关注我们的二线电话 OK 现在我们就请谢先生带我们去参观一下 大家好 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世贸和珠澳口岸城的一个营销中心 我们营销中心的话比较大 是6000平方 是目前唯一一个国内比较大的一个营销中心来的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话呢 就是我们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地形图 那我们现在的位置的话就是这个绿色点这里 珠澳口岸人工岛 那整个岛的话呢 就是唯一一个可以开发的一个物业用地 就是我们世贸这个地块 就是整个岛的最北边 那方向的话就是上北 下南 左西 由东 北边这里的话就是珠海的一个奔海豪宅区 吉大 接着那个九州港也都是在我们就是对面的 我们的项目去到九州港那边大概就是四分钟一个车程 九州港的话有这个线路是可以去到深圳机场 蛇口港 以及这个香港那边的 那西边这里的话就是澳门的黑沙环 黑沙环的话就是这个普京那边 南边的话就是澳门的一个陈仔 就是澳门国际机场那边 那如果我们是想回去香港那边 也都是通过我们这个口岩书楼 就是直接连接这个港珠澳大桥 30分钟就可以回到香港那边了 非常之快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大致一个 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定义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桥梁的一个回馆 那就是这个港珠澳大桥 整条港珠澳大桥的话呢全长55公里 就是国家花了1290亿去打造的 那其中这一条大桥是由四个人公岛去连接住的 那其中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位置呢 就是这个珠澳口岸人公岛这边 那紧接着下去的话就是这个西人公岛 东人公岛 以及这个香港口岸人公岛 那刚刚说到的这四个人公岛的话呢 那里面唯一一个有民营开发可以购买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珠澳口岸人公岛这边的 那我们这个民营也是非常之努力 只有百分之三晨是可以消失的 那我们这个岛的话呢 在疫情之前 那也是作为一个伤口网 那我们这边的话 在疫情前的一个客流量 是超过了35万人次的每日 那单单是这个香港那边 那每日一个入军客流量 也都是达到这个百万人次 那好像春节期间的话呢 更加是创下了这个十一万人次 只不过现在的话呢 那就是非常之不好 就是这个疫情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人公岛 目前的话呢 客流量只有就是和这个澳门输送会比较多些 那如果以后一个香港一个通关之后呢 那我们这个人公岛也都是会恢复疫情前 一个客流量就是超过35万人 入军客流的一个问题了 那我们再往下一个回馆去看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岛屿呢 就是叫做这个珠澳口岸人公岛 整个人公岛的话呢 就是填海填出来的 那上面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位置 就是在整个岛的最北边这里 是的 占地的话呢 就是22万方 总建120万方 是我们世贸投资了156亿 下去打造这个超大型综合体 整个岛的话 占地就是220万方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 只不过是占了整个岛的十分之一 但是其余十分之九的话呢 都是属于政府的配套功能区 就是分为三个区域 就是这个珠海口岸管理区 澳门口岸管理区 以及这个大桥管理区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珠澳口岸这边的话呢 就是唯一一个物业开发用地 就是我们世贸这个板块的 是的 所以这个位置 一个地理位置 首先来说就是具有唯一性和一个独特性 那其宜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边的物业可受套数 也是非常少的 那你作为一个自用也好 或者是投资就更加好 投资的话呢 那以后一个移手的一个转化率 是会高于其他区域的 那再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西人翁岛和这个东人翁岛 东西两个人翁岛的话呢 就是这个大桥的一个所用区域比较多 就是作为这个大桥的一个监控 养护救援 以及这个公安配套的一个边防 交警海关等等的一个功能 它们是不对外开放的 那除了这个东人翁岛 东人翁岛的话呢 它是会预留这个二楼到四楼作为一个商业开发 商业开发的话呢 就类似我们国内这边 就是这个高速公劳的一个服务区 这样就是提供给游客一个观光旅游 和这个休息的一个休息区域来的 那最后一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香港口岸管理区 那香港口岸人工岛的话呢 它就刚刚好是在香港国际机场隔离 跟着就是填海完成的 那所以它也是作为这个香港的一个西部 重要的一个交通书楼 最主要针对的就是一个香港旅客 以及这个物流运输为主的一个功能 所以四个人工岛里面 唯一一个可以有物业出售的 就是我们这个世贸 港珠澳口岸城这里 所以这个物业的一个稀缺度 也都是非常之高 也都是具备一个唯一性 加上还是这个口岸物业 那这个人工岛的话呢 它就是从09年那边开始做的 就是由隔离那边去填海 那一直到这个15年的时候 整个岛已经是原工 那这个港珠澳大桥 它就是从这个18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通车的了 那我们这块用地的话呢 就是这个19年的时候 就以56.4亿投得下来的 我们这个人工岛这个物业 那现在这边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们整个粤港澳大湾区 就是一个地图 那这个图的话呢 就是包含了一个九个来陆城市 再加上两个行政特别区 那一个连接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位置 就叫做珠澳口岸人工岛 所以我们这个岛的话呢 也是属于一个一地通三关 连接着这个珠海澳门 和香港三地的一个作用 那随此之外 我们这个人工岛也是一个中心疏楼 那我们之前一直说到的 就是这个一岛商口岸 商口岸的话呢 就是指我们这边 就是通过这个珠澳口岸人工岛 可以通往这个澳门和香港 以及这个珠海三地的一个通关性质 那以后我们这边 也会有一个地铁接驳 是的 地铁的话呢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珠海地铁二号线 因为珠海的一个地铁线路 它是由这个港州地铁去承建的 所以这个地铁二号线呢 它以后是会无缝连接这个港州的十八号线 港州十八号线就是从港州东站 就是天河区那边 一直往南边去延伸 就是到这个南沙那边 接着再往我们珠海这个南向一直去走 接着终点站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口岸书楼这边了 所以我们这个物业也都可以说 就是一个地铁上的一个物业来的 那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口岸政策 因为珠海这边的话呢 吉大那个免税商场 它就已经是要同迁旧改了 所以这个珠海政府那边 也都是会推动这个 赶造这个大潮人工岛的全岛免税发展 那这个免税发展 就会效仿这个海南岛三亚海口的一个免税政策 就是会吸引更多的一个 境内也好境外也好的一个游客 来到珠海这边去进行消费 刺激珠海当地的一个经济 所以就是会靠这个全岛免税 一个免税商场去带动珠海的经济一部分 那我们接下去看到的 就是我们整个世贸的一个品牌 以及我们一个沙盘 那我们世贸这个品牌的话 就是从1989年开始建立的 到现在为止的话 就一共是发展了32年的了 那我们世贸的话 就是由三家上市公司去组成 其中两间是香港那边上市的 就例如好像这个世贸集团 世贸服务 还有一个世贸股份的话 就是在上海那边上市 那到现在为止 我们公司的一个总资产规模 是超过了5461亿的 那可销售的货值的话 也是超过了1.45万亿 那在2019年那时 就已经超过了2,600亿的一个经济 那我们在国内一个同行业里面对比 我们这个项目是 我们整个集团是排名第九的 那这边的话呢 那我们世贸也是在全国各地 就是实现这种地标式的一个建筑群 那就例如有深圳那边的一个 一个世贸深港国际中心 那现在就是在规划的 那建成之后呢 就是将作为这个 港澳大湾区里面最高的一个 地标建筑之一 就是超过了700米的一个高度 就是在深圳的一个项目 那其余的话呢 最出名的就肯定在我们这个 上海的总部 就是上海世贸港场这边 那这边的话呢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说到我们公司的一个战略 那我们公司的话呢 就是全面就是以房地产开发发展为主的 接着再往两边 基翼那边去延伸 就是作为这个 物业服务啦 商与 以及这个金融等等的一个行业 那就是作为一个大飞机的一个战略 那我们在房地产开发这个版块的话 也都是有非常之多的一个系列 那其中最高端的话呢 就是我们一个天遇系 那我们这个世贸港租口岸城的话呢 那也都是采用了我们旗下最高端的一个系列 就是叫做天遇这个系列的 那我们往这边去看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是最主要讲到我们一个区位 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位置的话呢 就是叫做这个珠澳口岸人工岛 那在整个岛里面的话 现在都可以看到了 就是这个可以销售的一个物业 只有我们这个港珠澳口岸城这边而已 那现在如果在珠海这边回来的话呢 那现在目前是有两条路的 第一条路的话就是这个程旅路这边 是会有一个施工便桥 连接着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不端 那如果是在湾仔 就是珠海湾仔的方向回来的话呢 就是会连接这个珠三角横线高速 珠三角横线高速一落桥之后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西质了 那在后期的话呢 我们这边在珠海是会新增了两条路 进来我们人工岛的 那其中一条的话呢 就是这个九州港这边 九州港这边 它是会预留一个海底隧道 接着是连接着我们项目的东侧这边是出口来的 是的 就是在九州港那边 就是直接回来我们整个项目的东边 那刚刚也都是说到我们珠海这边 是会规划有这个地铁二号线 地铁二号线的话呢 我们会逃经这个拱北口岸站 然后再有一个牵引线路 接着就是连接着我们这个 口岸书楼的一个底下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也是属于一个地铁上的一个物流 那如果是想回去澳门那边 就是通过这个口岸书楼 接着就是走南侧的一个桥梁 接着就回去澳门的方向 那如果是回去黑沙环那边 大概就是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回到去 如果是回去这个铁仔那边 大概就是十五到二十分钟就可以 非常之快捷 那如果是回到香港那边 同样也是要通过这个口岸书楼 那就是二十四小时通关的了 那它的话呢 就是三十分钟就可以回到香港的片区 也是比较便捷的 那简单的一个区位 就是大致是这样 那我们再说回到我们的项目 这边请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政府的一个商业联郎 就是我们现在营销中心的位置 就是在绿色点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整个地块的话就是总占地二十二万方 总建的话就是一百二十万方 我们自持部分的话就是这一边 这边就是我们一个自持部分 自持部分的话就是包括我们以中间为主的一个十万方的一个商业终合体 一个商业广场和两个回展中心 那这个圆形这个叫做海上文涛 海上文涛的话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作为这个艺术品拍卖展览为主的一个功能 那这边这个叫做海湾方舟 海湾方舟的话它是珠海最大的一个回展中心 那它的一个功能性就是作为这个国际博览展 音乐会以及演唱会这个功能为主的 那我们有了这两个回展中心之后 那其实我们公司就已经是引入了五间这个酒店品牌 那酒店的话就包括有两个超五星级的酒店 就是好像有这个康奈德和这个废尔蒙的 是的 废尔蒙的话就是上海和平凡店的一个品牌 就是一个法国品牌 那办公区域的话就是这个引入二十间这个跨国企业 作为他们在华南区办公总部的就是这四栋楼 一栋 二栋 三栋 以及这个机场快线和港澳直通车以后停靠点 也是在我们这个致辞部分的一个底下 是的 没错 那我们可销售部分的话呢 只有我们这个东区 东区的话呢 我们现在开发的就是我们这个一期 一期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在外面看到的这个七栋的一个建筑群楼 那其中这个四栋楼和这个五栋楼的话呢 就是这个大面积的 面积段就是一百零九方到二百一十六方 他们的户型设计是三梯三户 可以说是独门独户的 所以他们的一个朝向景观也都是比较好 就是一线海景无遮挡的 那如果是想纯粹简单一个投资的话 可以选择我们一个小户型 小户型的话就是我们现在一期埋着的这五栋楼 那这个面积段的话就是这个四十一和这个四十五方 那我们在每一层的四个角的位置 也都是有这个七十八方两房的一个户型的 那我们即将加推的话就是这个二期 二期的话呢 我们现在已经在打地基了 那预计的话就是九月或者十月份的时候会推出 那具体的时间就是要看这个工地的一个施工进度 那我们二期的话呢 就是会主推这个大户型的 大户型的话就是三百到一千方的一个户型 那这边的话呢 同样也是会配备这种就是无边际的一种泳池 以及我们这个楼盘也是同这个胡云八户排行榜 去做了一个这个俱乐部品牌就是叫匯宇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一二楼就是作为这个业主的一个停车场 包括我们一期都是一二楼是作为业主的一个停车场 三楼才是一个空中花园 空中花园的配套的话呢 都是会配备有这个泳池啊 和每一栋楼的底下都是会有一个繁匯所的 是的 就会提供给一些业主平时休闲的一些活动 大致上我们的项目的一个批划就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参观的这个弧形的话呢 就是这个41和45方的这个弧形 那他们的差别是差别在哪里呢 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弧形 就是这个入门口这个位置 入门口这个位置我们会是差就是5个平方左右 那好像这个维生间以及这个活动区域和阳台这个位置 基本上是不变的 那我们进来这边看 我们一个交扭标准的话呢 就是这个防火门 电子猫眼 和这个电子门锁 椰露的 那这个品牌的话呢 也是国际品牌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我们一个鞋柜的一个交扭标准 跟着再进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一个维生间 维生间的话呢 你所见到的 都是我们一个交扭标准来的 嗯 跟着再往这个茶水间这边 好像这个吸油烟机 电磁炉 冰箱 这个都属于我们一个交扭标准 那我们这个电子品牌的话呢 都是这个西门子的 都是这个一线品牌 那我们这个厨柜这些的话呢 也是国内一线品牌 就是欧派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空调系统就是这个 隔力的一个中央空调的一个交标 嗯 跟着再进来看 里面这里的话呢 这个开间就是3米6的一个开间 这个层高的话呢 就是一个3米3的一个层高 跟着这个墙子 和这个背景板 这个就不是交扭标准了 但是我们这个地板和天花 这些是会做好交扭标准来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活动区域 那这边我们也会设备了一个内阳台 一个弧形的话呢 就是我们一个大弧形的 就是一个弧形设计的话 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4号楼和5号楼 它们的弧形设计的话呢 就是三梯三户 就可以说是独门独户的 那我们可以看这边 这边的话呢 我们电梯入户的话 就是这个就是电梯间 跟着一出来的门口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大门 跟着这边的话就是圆关 我们这个设计的话 就是一个动静分离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进去看看 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是整个入户的一个圆关的一个位置 我们首先看回到我们一个活动区域 活动区域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270度的一个海景 就是一线海景 无遮挡的 就是包括有这个超大的一个阳台 就是10米半乘1米6的一个大阳台 那这边就是一个活动区域 那我们这个大弧形的话呢 层高是会比起小户型 会高一点的 那这个层高就是3米6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回客厅这边是会有一个书房 那书房这边的话呢 就是直接都是通出去 那个超大的一个阳台出面的 那我们这边的设计的话呢 也是一个开放式厨房的设计 那同样我们交扭标准的话呢 都是这个抽油烟机 电磁炉 以及这个冰箱 这些都是一个交扭标准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一个生活阳台 那我们现在再参观一下 我们一个休息区域 休息区域的话 就是这个圆关的油手边 休息区域的话呢 就是一共是有三间房 两个卫生间的 这边书房 这边就可以作为客房 或者要来做办公用途 作为这个经理房 都是OK的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可以 如果是要来自用的话 就可以作为一个主人房 那如果是要来办公的话 那也可以作为一个 这个总经理房 都没问题 那整个房的话 这一间就是这个40方左右的 那我们这一个弧形的话 就是这个216方的一个会认 那这个房的一个朝向就是南向 就可以看回到这个零丁羊的一个海景 和群岛非常之靓的一个景色 刚才谢先生跟我们介绍过了 将整个流程都跟我们很细细分析过了 那我现在又想多句口问句 那以借山地的看法呢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呢 当然升值空间很大 但是详细的东西都想来 再跟我同梳一下 好 没问题 那其实我们这个楼管 即是这个项目 世民港宗河口岸城 我们的埋点 第一 最大的埋点就是地段 因为这个地段 非常稀缺的 就是无可复制 第一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港宗河大桥上的一个物业 是 就是包括有这个商口岸 是的 商口岸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我们这边是会规划有这个地铁二号线 哦 地铁二号线过到这里 是的 过到我们这个书楼这边 是 所以这个二号线的话 也是接驳到广州那边的十八号线 十八号线就是在广州的天河区那边 一直往南边去开 然后就是到这个南沙自贸区那边 在将来的话 也是珠海这边的地铁线路 它是由广州地铁成建的 然后就会连接到这个地铁二号线这边 十八号线连二号线 其实我们这个位置 不单只是交通方面 还要是有轨道交通在这里 是的 没错 是的 我刚才听你在介绍的时候 有一个交通的书楼站 但是有很多遍布去 很多地方的书楼都在 但放出去 是的 因为那个交通书楼的话 就在我们这个致辞70%的物业底下 我们是会做一个地下空间 是给到政府那边 政府自己去运营的 就是他们一个交通书楼 一个书楼点 例如珠海一个公共交通线路 还有这个机场拜线 就是这个港澳直通车 都是在我们这个项目的底下去进行的 是的 刚才你这样说 我亦都在想一件事 那就是说 你们百分之七十是支持的 只有百分之三十是对外的 那实际上 亦都体验到我们这个项目的 就是政府对它很大力的支持 是的 那升值空间很大 升值空间固然是大 那其实大家都投资挂物业 那好像在这个深圳和珠海 这个口岸城市那样 那在口岸城市里面 好像这个蛇口港也好 或者是在我们这边港北 现在有的一个物业来说 好 那其实现在他们一个 第一 出租率非常之高 就在口岸旁边的出租率是非常之高 而且价钱也都很帥 是的 第二点就是我想说的 就是这个 它的物业租金 是要高过这个市中心的物业价值 和租金也都高过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作为一个 这个商投行的物业在出租率和回报上是不需要担心太多的 是的 所以这个是长期持有 如果你们作为短暂投资来说的话 那其实珠海的商榜也是非常之好的一个投资方向标 因为好像在我们国内的一个物业 好像住宅 它说要辞正三年才可以交易买卖 但是好像我们珠海这边的一个商榜的话 那你在交楼之后就可以拿这个房产证 拿到房产证之后 接着你就可以二手买卖 就可以实现这个套现速度 是的 在短期内就可以上市了 是的 短期或者你不休钱用的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长线投资 我知道 会不会都更加大 因为始终你的时间和一个升借空间是挂钩的 是的 没错 那它那个付款方式是怎样的 付款方式的话 在我们珠海也算好 我们这种物业就是双坝物业 双坝物业 双坝物业 接着首付的话就是付款50% 接着另外50%的话就是作为商业费款 那如果香港人买呢? 香港人买的话 现在因为这个疫情原因 接着香港的客户都是需要回到我们珠海这边 但是有些银行可以配合客户 就是寄到深圳那边去 寄给客户去签这个银行合同 是的 所以都是要这个客户回到这个角落 是的 那如果有心买的回来又没问题的 而且都快通关了 是的 听说好像九月就通关了 是的 那就是说香港的客户在这里买呢 它是一次性投资还是怎样呢? 现在我们的香港业主 但是多数都是一次性付款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便宜的物业 是的 没错 加上如果他们就算不想一次性付款都好 他们是在香港那边抵押自己的发炎 没错 因为这里的识口比较高 而且在香港那边做就化算很多 是的 其实我只是在台下说一件事 基本上是你自己的问题 是的 自己要选择 是的 这个都是我自己的客户回来说 所以我就说其实我一次性付款 就是我自己在香港那边抵押 然后就套现出来 然后我就将我们的一个钱 投回到国内的一个物业 就是一次性付款 因为你们国内就会担心这件事 就是息口比我们香港高 息口比香港很多 而第一还是手组比较繁琐 是的 因为现在疫情这个问题 大家又不可以自由通关 所以有很多香港客户 大多数都会选择一次性 是的 一次性付款 是的 听一下谢先生这样说 其实我们大家心中有数 况且来说这些不可复制的岛屿 根本上是买少见少的 你想说在其他地方去搞些 根本不可能 是的 唯一一个港珠很大桥 是的 食整个地块 是的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有百分之六十一个业主 都是港澳台以及外籍客户 因为我们这个的话 如果你付款方式 即港币如果对不及的话 其实我们公司会有一个香港账户 和美金账户都是有的 是的 其实就是 听你这样说 其实就是 有很多方面来说 配合了我们的香港客户的付款 是的 没错 就不用担心其他东西了 是的 没错 我们的客户也都很喜欢这些环境 是的 一线海景 是的 距离我们的港澳也很近 而且大家的价差比较大 你看看 在这里那么舒服的环境 投资也不太多 是的 更放弃来说 我们这里无论是资助也好 或者是投资也好 都是一个首选 不错 好 不知道谢先生 还有些什么可以和我们补充一下 暂时没有 如果有的话 就是强哥这边 再去沟通 好 这个没问题 只要我们的客户 回到哪里 我们一定带他过来 和你慢慢谈 好 好 把那些细节谈 因为我知道 在某程度上来说 还有一些优惠 嗯 如果是在时间上来说 嗯 如果在持续它 就可以在这里 还有一些 刚才听说 有一些美丽单位 是的 价钱就比较 靓仔 靓仔 我们就 这期节目差不多了 嗯 让我们这些客户过来 将所有的细节更加明细 和他分析 好 没问题 等他在这里 投资 好 其实我都很喜欢 因为这个环境真的很美 是的 我自己都喜欢 但是我自己 已经是买了物业 身上就没有什么钱了 否则我自己都在这边买 当然我们国内 还有些是 是 有几肚房 又封了你 是 像广州那边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区域 除了入港澳客户 比较多 好了 其实在珠三角的一个客户 即是 港州和深圳那样 面对会比较多 是的 好了 今期节目差不多了 大家记得去留意我们的联系电话 下期再见 拜拜